这么美 你这么美 这么美 你这么美 美美 就是想纪念我今年的生日了 然后就也想做一些慈善的一些事情 所以就把我这么多年的珍藏 珍藏都跟大家分享 上个月刚过60岁生日的关志玲 日前现身家世德拍卖活动 宣布将在11月28登场的 香港家世德拍卖会上 推出共51件 总价值超过1亿港元的珍藏珠宝 部分拍卖收益全座慈善 关志玲珠宝收藏 不少来自卡地亚 范克亚报 鲍格力 LV等知名品牌作品 在试炼婷婷 我还在试炼广光 其中股价最高拍品是这个 12.64克拉 红宝石钻戒 台币8800万起跳 但是这么多店 珍藏就是每一件都是很漂亮的嘛 那自己拿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说有点不舍的 不会啦 如果真的决定了做这个事情 就不会不舍的 一直都很喜欢投资 当然啦 这个也是一个投资 比如说买房子啊 买股票啊 珠宝啊 这也是投资啦 一直以来呢 我在大家心目中 都是一个很活跃的投资者 拍卖行给我的信心是比较大啦 买得来会很安乐很安心 那我这次呢 我将我这么多年 收藏的藏品 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里面有很多日常可以戴的啦 或者可以全城的珠宝 希望大家享受 这三年的疫情呢 我更加注重身心的健康 下来呢 我会投放更多的时间 在学习啦 环境啦 社会啦 还有帮助有需要的人 等我们一起 来期待 疫情以后 更加美好的明天 关志玲之前还上节目开箱 可以眺望维多利亚港的 六亿高楼豪宅 哇 这个就是旗鼓印象的最补盘啦 那这个角度好难有的 是关书姐这间屋 才可以看到的 六亿德聚爆棚 让关志玲身价 累积估计超过21台币 大地坑我脚下的 哈哈哈 是不是它高嘛 所以 看到太清楚了 很漂亮啦 那个景色 所以就吸引住我了 那其实有很多人说 我没有机会住这里 那我就不关我事了 不是 为什么你不天天坐下 蓝车上太平山顶 其实太平山顶 就是你上一旁看一看 你都可以吸到旗鼓印象 那个最补盘的陆器嘛